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273天 把她反射出去 这是我所听过最感人 最有力量的见证之一 她曾是个妓女 吸毒贩毒 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就是一句行尸走肉 血是黑的 心是黑的 她告诉大家自己如何来到启发课程 如何在这里听到耶稣对她的爱 甚至为她而死 她说 这个信息软化了她如石头般坚硬的心 她首次经历了神的爱 现在 她被神的爱充满 可以原谅那些虐待过她的人 甚至可以爱他们 她身上满意着基督的爱 台下的听众都大为震撼 久久沉浸在这个见证中 当她讲完后 我走上台 感谢她 并感叹她的故事是如此有力 她回答道 我需要把它反射出去 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于是请她再解释一下 她说 这都是神的恩典 我要把神的荣耀反射出去 她深深明白 在恩典 荣耀 以及像基督 意味着什么 荣耀这个主题贯穿今天的各段经文 我们会分别看到 为什么 如何 以及什么时候 神的子民 要把荣耀反射出去 十篇一百一十五篇 一到十一节 为什么荣耀神 每当人们因为约翰韦伟伯的步道 以及医治服饰夸赞她时 韦伯都会说 你的鼓励我收下了 但我要把荣耀归给神 世人让我们知道 该如何把荣耀归给神 他说 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接下来 他指明 为什么你应该荣耀敬拜神 首先 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慈爱和诚实 面对神为你做的一切 正确的回应 就是敬拜他 并把荣耀归给他 第二 你会越来越像 你所敬拜的对象 造他的要和他一样 凡靠他的 也要如此 如果你崇拜的是偶像和假神 你也会变得毫无生气 彻底失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将信心放在神的身上 他才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 过去一年来 许多人活在新冠病毒这座盾牌之下 努力活出有智慧的生命 把信心放在主身上 单单敬拜他 只有这样 你才会渐渐具有他的形象 从而实现人生的意义 主啊 我的帮助 我的盾牌 请帮助我信靠你 经历你的慈爱和诚实 让我永远都能把你的荣耀 反射出去 新月圣经 菲利比书 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一节 如何荣耀神 保罗指明 你该如何通过效法耶稣来荣耀神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这意味着 首先要考虑到耶稣的名 将荣耀神作为行事为人的宗旨 要过一个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衬的生活 相信耶稣 愿意为他受苦 为他征战 这同样是巨大的特权 在面对阻力时 我们需要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保罗在这句话中 使用了Falanx 方阵一词 Falanx是古罗马军队中 最有威力的阵法 士兵们一手持盾牌 一手持长矛 八个人并肩站成一排 只要这个阵型不乱 整个队伍就坚不可摧 只要你们行事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相衬 叫我或来见你们 或不在你们那里 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 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智 站立得稳 为所信的福音 齐心努力 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 你们得救 都是出于神 保持这种合一的关键 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教会中的任何分裂 都会减损保罗的喜乐 分裂往往来自结党 和贪图虚浮的荣耀 应对之法乃是要看别人比自己强 且不要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不要总是往前挤 不要阿谀献媚 往后退一步 帮助别人站在前面 不要急功近利 要常常舍己 时常想着给别人大把手 换句话说 你要努力以基督的心为心 基督本为上帝 是宇宙至高的主宰者 但他却甘愿成为一个无名小卒 他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选择了降悲 顺服 付出 以及无私去爱 如果你还放不下自己的身份和架子 想想耶稣吧 他甘心卑微 甚至到了人无法想象的程度 结果 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 使荣耀归于父神 这就是你荣耀神的方法 效法耶稣谦卑的服侍 和无私的爱 主啊 帮助我以基督的心为心 帮助我选择走那条 荣耀父神的道路 帮助我随时随地 将你的荣耀反射出去 旧约圣经 耶利米书 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三十节 什么时候荣耀神 如果患难 困苦 问题 搅扰 纷治 踏来 你该怎么办 耶利米生活在以色列最苦难的时期 公元前五百八十七年 耶路撒冷城陷落 以色列人被仇敌掳到巴比伦 神让耶利米传讲的信息并不悦耳 说出这些话 就意味着面对敌意和逼迫 耶利米需要鼓足勇气 耶利米书的开篇向我们展示了荣耀神的另外两种方法 首先 回应神的呼召就是在荣耀神 年龄并非成为领袖的障碍 公元前六百二十七年 当神呼召耶利米时 他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少年 我们可以用天生的领袖和天生的先知来形容耶利米 因为在他还未出生前 就已经被选择先知 我未将你造在腹中 我已晓得你 你未出母胎 我已分别你为圣 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 神知道你的一切 无论你的状况有多么糟 神都爱你 神不一定赞同你所做的所有事 但他希望你能像耶利米一样 因为晓得他的爱和认可 而拥有自由 神对耶利米说 他也这样告诉你 无论走到哪儿 都要诉说神传给你的言语 这条命令帮你卸下了肩头重担 因为荣耀神 并不意味着要去拯救全世界 这是神的责任 而是去做神希望你做的事 但这并不容易 神说 凡按他的旨意去行的人 定会遭逼迫 第二 回应神的管教 就是在荣耀神 神命令耶利米去警告那些 拜偶像的人 让他们回转 来敬拜真正的造物主 耶利米说 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 这种行为不但否认了神的荣耀 还会让人自取灭亡 若我们离弃真神 就会用毫无意义的事 取代神同在的祝福 神哀叹道 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 我们敬拜谁 就会像谁 那些追随虚无之神的人 终将成为虚妄的 如果你追随耶稣 你就会变得像他一样 但如果你以野心 自私为出发点 追逐权力 金钱 美食 或毒品 你的生命就会变得一文不值 以色列人就是这样 他们就如野驴 灌在旷野 欲心发动就西风 起性的时候 谁能使他转去呢 他们完全不听劝阻 说 我喜爱别神 我必随从他们 以色列人对神的管教 置若罔闻 这使耶利米感到绝望 神的子民 弃绝了神的祝福 没有给他带来一丝荣耀 然而 所有顽疾都有解药 就是那为了拯救罪人 而甘愿放弃天上荣耀的 耶稣基督 愿所有荣耀和送赞 都归给他 主啊 请让我定睛在耶稣 这活水源头之上 请帮助我把脸转向他 愿我能够更像基督 从而荣耀你的名 佩博的补充 耶利米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耶利米 你看见什么 我说 我看见一根杏树枝 耶和华对我说 你看得不错 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 使得成就 神喜爱用图画语言来描述真理 这些画面让人得安慰 受鼓励 并且容易被记住 每当我脑海里闪出异象 我就会感到紧张 最终选择忽视他们 因为我总是想 这画面一定是胡乱思想的结果 先听听别人的异象吧 但如果我鼓足勇气 把我的异象分享出来 也许神就会用他来安慰某人 甚至翻转他的一生 今日金句 耶和华 荣耀不要归于我们 不要归于我们 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 归在你的名下 诗篇115篇 第一节